现实里,一个家庭里的很多问题都需要用钱解决,可以说,有钱的话,可以让很多问题不是问题,也能让人少遭些罪,因此,聚财是一个家庭很重要的任务,可惜的是,有些家庭缺乏守财的能力,总是会不知不觉,散掉很多钱财,等到自己需要养老了,孩子要上学了,才发现自己的日子很难维持,这就尴尬了。 现实里,一个家庭聚不到财,多半是这几点在作怪,你加油吗,读国学经典,误人生智慧,欢迎订阅大道无形,花钱大手大脚,没规划,老话说,男人是赚钱的耙子,老婆是聚钱的篓子,大多数人都知道赚钱不容易,所以花钱都比较节制,不会乱花钱,但是也有些人懒惰,贪图享受,赚钱不多, 花钱却大手大脚,张仪一辈子喜欢漂亮,退休后,每个月有几千块的退休金,每个月退休金一到手,她就给自己买漂亮衣服,她的衣服整整塞满了三个大衣柜,就这还不算, 她听说有个医美项目,能趋皱纹,就跟儿子女儿要几万块钱,做医美,孩子们要是不给钱,她就说孩子不孝顺,苦天喊地,一把年纪了,她还是个月光族,一分钱也没攒下来, 儿女觉得她太自私,也不待见她,她这样的消费观念,那天万一有个病病灾灾,一分钱也拿不出来,赚钱就是为了花钱,我们不能对自己太苛刻,不能苦自己, 但是,也不能为了贪图享受,不给自己留点积蓄,这样,万一生活出现意外,就寸步难行,家庭里,赚钱的人太少,现在社会生活节奏很快,无论是购房还是养儿育女,都需要大量的金钱作为支持, 但是很多家庭,能真正赚钱的人却很少,大多数家庭里,只有丈夫在外面工作挣钱,妻子要么无业在家, 要么有工作,但收入也很低,这样的家庭,收入很容易就被各种支出压垮,比如我表哥家里,只有他一个人在外面打工,表嫂在家带娃,没有工作,表哥的工资虽然不低,但是买房子的按揭,孩子的各种开销等支出项太多,家里钱一直很紧张,我劝表哥让表嫂也出去工作, 哪怕做一些简单工作也好,能增加家里的收入,现在社会女性外出工作很普遍,表嫂完全可以像其他人一样工作的,增加一个收入来源,家里就宽余多了,所以家里人太少出去赚钱, 是很多家庭才拒不住的主要原因,现在养家糊口压力大,我们要调动家里所有有工作能力的人都出去工作,这样钱才能真正居住,投资不谨慎,常常失利, 投资有风险,理财需谨慎绝非一句空话,有些人家里总是拒不住财,多半是盲目投资,最后损失惨重导致的,要尽量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 如今社会上盲目投资创业,导致倾家荡产的人并不少,这些人往往都有急功近利的心理,眼中只有收益而无视风险,导致最后损失过大,拒不住家财, 天上不会掉馅饼,为了能够守住既有的家庭财富,大家一定要记住,捂好自己的钱袋子, 不能过于自信乐观,切勿盲目投资,更不要被一些虚假平台的高利润广告所吸引, 做事不谨慎,俗话说,财不露白,做人不懂得低调,反而大肆炫耀自己家中财富的人, 只会惹来他人的嫉妒和嫉恨,若是自身形势还不够谨慎, 便很容易让人抓住把柄,给自己带来麻烦,甚至是祸患, 小琪开了一家商店,因为生意红火,每日进账流水泼风, 很是惹人羡慕,但由于小琪家的货物太多。 时间久了,小琪没有仔细打理,有一次售出的商品已经过期了, 小琪都没有发现,购买了商品的顾客,之前一直很嫉恨小琪, 这次抓住把柄后,他立刻向有关部门举报小琪出售过期商品, 导致小琪被罚了一大笔钱。 为人做事若是不懂得低调谨慎,那么便可能惹祸上身, 给自己招来麻烦,小心使得万年船, 做人谨慎一些,永远是不会出错的。 在外吹嘘炫耀,落入了麻烦和陷阱。 冯继才说过这样一句话, 低调是为了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高调是为了生活在别人的世界里。 现实生活中,不少人发财了之后,往往会渴望在世人面前炫耀一番, 以此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然而,他们却选择错了方式和方法, 你发达了,有钱了,身边的人不见得希望你过得好, 而你的高调又会刺激到一些心理脆弱且心术不正的人。 这种人最喜欢看别人登高跌重, 他们表面上不去伤害你, 不代表他们背后不会算计你,折腾你。 当你为自己的财富而沾沾自喜时, 往往就是他们要对你落井下石的时候, 等到你发现自己上了当,钱打了水漂。 就会毁之晚矣,不懂得积少成多。 现在常常流行一句话, 钱不是省出来的,而是挣出来的, 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却只说对了一半, 光靠省吃俭用的节省, 确实不能让人发家致富,成为有钱人。 但若是不懂得积少成多的道理, 花钱只知道大手大脚, 那么便永远也攒不下发家致富的本金。 每一个亿万富豪, 都是从先挣到人生中第一桶金开始, 若是不懂得积攒, 一挣到钱就迫不及待地全部花掉, 那么永远也不会有以前生钱的那天。 因此, 在弄懂如何挣钱之前, 一定要学会先攒钱, 只有攒够了足够的启动资金, 在遇到好的项目时, 才能及时果断地出手, 抓住赚钱的商机。 亲情借贷 我有个不争气的舅舅, 经常以各种借口向我们家借钱, 有时是生意周转不灵, 有时是生活遇到困难, 我们家总是尽力帮助他, 可这些钱往往是有去无回, 我知道舅舅并非故意不还钱, 但他的生活态度和能力, 确实让我们家的财务血上加霜, 为了亲情, 我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伸出援手。 我和父母谈过这个问题, 他们也感到很无奈。 母亲说, 毕竟是亲人, 我们能帮就帮吧, 这种对亲情的执着和责任感, 让我感叹不已。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家里的积蓄始终难以聚拢, 我意识到, 这不仅仅是金钱的问题, 更是家庭成员性格, 价值观和生活态度的反应, 我开始尝试用更平和的心态 去看待这一切, 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和父母进行了一次深入的沟通, 分享了我对家庭财务状况的担忧和观察, 我提出了一些建议, 父亲可以学习更多投资知识, 或者寻找专业的理财顾问, 母亲可以制定一个合理的消费计划。 量入为初, 至于舅舅, 我们可以尝试用其他方式帮助他, 比如提供职业建议或者生活指导, 父母听了我的建议后沉默了很久, 最后父亲说, 强子, 你说得对, 我们一直忽视了这些问题, 是时候做出改变了, 母亲也表示愿意尝试调整自己的消费习惯。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我们家开始逐步改变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 父亲开始关注市场动态和风险评估, 母亲逐渐学会了理性消费, 舅舅也在我们的帮助下找到了稳定的工作和生活的方向。 虽然家里的财务状况并没有立刻好转, 但我相信只要我们继续努力, 总会迎来转机。 回首过去的日子, 我深感家庭财务的管理并非一事, 它需要我们理性面对现实, 勇于承担责任, 善于沟通协作。 同时, 我也明白了一个道理, 家庭财务不仅仅是金钱的流动问题, 更是家人之间相互信任, 理解, 包容与成长的过程。 这段经历让我深刻领悟到了 家庭财务的重要性和复杂性, 也让我更加珍惜与家人共度的每一个时刻。 趁年轻多挣钱, 多存钱。 晚年生活才有保障, 就像时间一样, 挤一挤, 总会有的。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 存钱也一样, 合理规划消费支出,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存下一笔钱并不难, 一个家庭总是存不下钱, 多半是这几点原因该警醒了。 人没钱不入鬼, 过日子缺钱的滋味真的不好受, 落魄一次, 你就知道缺钱的心酸了。 所以, 趁年轻多挣点钱吧, 当然, 也不要浪费辛辛苦苦挣来的钱, 那是养活一下老小的保障, 也是你将来养老的底牌, 有什么, 别有病, 没什么, 别没有钱, 钱的好处很多。 家有千金, 行之忧心, 钱能帮我们解决掉很多麻烦, 给我们安心, 挣到钱, 才能活得好过得好, 才能享受生活。 没有钱, 总是活得憋屈, 过得寒沉, 也没有人瞧得起你, 读国学经典, 误人生智慧。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